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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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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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孩子 这孩子 干吗搬在这里 这里离侦探所近 我住哪儿 你周末回来哀愈 房间让给你 睡客厅 还有两年 你就不需要睡客厅了 又不说八道 剩余的探照猪井饭 炒通菜 还有小二界三省的 下头有海鲜炒饭 和椰子鸡汤 我分别挑了两家餐厅 都没骗过你啊 下次不玩 过来吃饭 那个傻白甜 除了会给你买速冻食品 还有快餐面 还会什么 我一个人懒得做 没关系 我报了厨一班 中餐太餐西餐 要征服男人的心 先先征服男人的胃 尤其是好吃的男人 周末我们去看电影呗 喂 林伯妈 我是 唐人妈 李师傅让我找你的 请我听听 我这话他说 你可你倒竟然在这帮帮 在那儿坐坐 在那儿我那儿坐坐 在那儿我那儿坐坐 你啊 你啊 你他他你 走 谁啊 好 请问你们有个叫达邦的病人吗 怎么了 我师父出过前 说三个月前 有一个人找到他 叫我去帮他一个忙 你可以信信我啊 谈恋爱不行 我们可以救回朋友啊 这东西怎么能随便试弄 你看我像是那种轻浮的女人吗 你一看就不像 我也是同一儿就的男人啊 那你 邓晨晋 好了那 就在黄牛啊 不行 关你屁气 你来干什么 叫你不欢迎你啦 在你牛皮摧出去之前 唐人街第一神他的名号 是我的 你在开玩笑吗 我正在查一件大案 如果这件案子破了 迪森他的名号我还会拿回来 这次查案风险非常大 万一我要是有了意外 你可得想不怕救我出来啊 我为什么要救你呢 江湖道义啊 我们是同行自然就会有竞争 为难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互相帮助 承恶扬善 匡扶正义 不一直都是你追求的目标吗 嗯 他楼下案情了 听说过天使两岸约吗 那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是一个装满了天才与疯子的客举院 你就别打听了 你就等着我带来震惊世界的大新闻 钢琴兄如意无险打我电话 我救你出来 我说到就到了 那就先谢谢唐兄了 我还有件事想求你 到时候请你的搭档秦峰 或者你的徒弟临我来 你呢 就不用来了 你要管吗 你师父那个人 从来就没有靠谱过 我知道他的侦探社在哪儿 先问清楚再说吧 这也是侦探社 钢琴师 是这家古董店的老板 身价不菲 跟叶田昊一样 当侦探 是为了寻求刺激 你好 林黑犬 唐人的徒弟 我知道你 下一把 钢琴师在吗 老板办案去了 去了多久 三个月吧 还让我在这儿等你 看来他已经联络过你了 看来他已经联络过你了 我昨天接到一通电话 但不知道是不是他 他说什么 没说什么有用的 他在电话最后 哼了一首奇怪的曲子 你把旋律重复一遍吧 太高了 你这い曲子 你确定旋律是这么唱的吗 她五音不全 旋律应该是这样的 钢琴每个音列 白键加上黑键 一共十二个音列 两个音的连起来就是二十四个音 代表时间到二十四时 以第一个音都为例 代表英文字母A 按照英文字母表延续下去 旋律转移为数字和字母 代表地点 尖奏用来分割时间与地点 听音识字 这就是钢琴师的旋律秘密 二十四点十分 星期四 A 蓝玉士 钢琴师在天使疗养院 他想见你 见我 没兴趣 你已经答应了 什么都没答应 你师父答应了 我师父答应的事情 跟我没关系 你师父不仅答应了 还收了钢琴师的危机拯救金 两百万 我为什么要救你呢 钱呢 你尽管开口 我不还去 冤有头债有主 你的债主就是我 唐人用你的命运签订合约 你不去 十倍赔款 难怪他有钱出国旅游呢 天使疗养院是个精神病院 我这样正常人能进去吗 你已经不正常了 提前替你安排了精神异常限定书 既然这么危险 为什么不报警 老板一定有他自己的理由 见了他以后我就能出来对吗 就算纽约 这些人 这里还真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但植被还不错 抚养离子一定很高 你这次就当是去度假吧 我从来没想到 有一天我居然要扮演精神病 谁让你有一个优秀的师父 我订阅来看你有什么想吃的 我带你回来 你跟着你 莫莫 请开始你的表演 小艾是吧 我是护士长彭希 是我 这是我舅舅 她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 放心 她在这里 一定能得到最好的治疗 跟我来 走吧 每月的十五号 三十号是探视日 但我们不建议探视的评次过高 会影响治疗 从现在开始 她的社会名字会取消 编号四一四 你要记住这个号码 探视时包这个 怎么跟监狱一样 从梦中角度来说 这些病人的灵魂 不知道被囚禁在了什么地方 所以你说这里 是新宁的监狱 也不为过 当然 我们的工作 就是为了找回他们 我们这里是全工毕市的治疗机构 提供病人的所有医生助行 他的私用物品 不需要了 大家知道 现在刚好是活动时间 先去出现小环境 四一四号 希望你 也能很快和小伙伴们 快乐地相处在一起 所有人都在这里 差不多吧 你跟这干嘛 大家看起来都很开心 放心吧 四一四号 你在这儿也会很开心 怎么会笑 请谈得真好 这里有没有一位叫钢琴师呢 钢琴师 对 他叫达邦绰号钢琴师 有啊 在哪儿 我就是啊 我们这里啊 换有钢琴师 还有面舔师 美发师和瑜伽师 只有大师才能加入 我们天使领养院的 你找钢琴师 跟我来 我带你找他 来 来 他就在里面 我们让他出来看见 还愣着干嘛 快 一起啊 达邦 达邦 你在叫谁啊 我一个朋友 我一个朋友叫达邦 他也在这里 这么没这个人啊 五十多岁 华裔 他也叫钢琴师 这里只有一个 会弹钢琴的病人 阿兰 钢琴师 干什么呀 三一六号 又重重新病啊 好 这是你的新银 打个招呼吧 四一四号 新银君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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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介绍我的 家人认识 你看 这是我的全家福 来 你看看 来 这是我的儿子 我儿媳 我的生命 你看看 人家在上吗 上 上啊 这两个根本没有头 你是个坏人 你是个坏人 好了 好了好了 三一六号不闹了 乖 去旁边玩吧 乖 乖 他叫沙玛 年轻的时候 拿过泰拳冠军 后来发生了 很可怕的事情 什么样可怕的事 你最好别惹他 你脾气好不好 这就是你的房间 你可以休息会儿 快 closer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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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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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叫达邦 他还有个初号 叫刚行尸 二十四点十分 星期四 南遇室 钢琴师在天使疗养院 他想见你 转发 打赏 钢琴师,是你吗? 上吊四一,国金两侧,向上启扣摩,角度应该是斜上方,可你这条是水平换星,而且有两条锁口,说明你累了不止一次,无视自杀,听到风,又谈你最擅长的,我是被别人累死,肯定会反抗,抓牢, 所以这是凶手的衣服线维 可整个医院 只有女人才穿紫色衣服 一个女人 居然就能 把我给弄死了 你确定 生活反应 是身险伤 看起来像是花纹钢板的摩擦场 可整个医院 没有花纹钢板 那是因为还有很多地方 你没去过 我 脚腕上的浴巾 也许凶手是两个人 你说是教师哥 还有你手上的刺青 这是钢笔才刺上去的 是朵花吗 什么意思 在 凶手选择在浴室气室 不是偶然 他应该知道 我要跟你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那现在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抱歉 我看得onic Mikey 我在这儿做什么 就为什么 我还能不在 他就想不吵了 他就是我 我还能不在 我还能不在 我这儿 对不起让你受惊了 我是天使疗运院院导达明 他是被谋杀的 你看到有人行凶了 没有 但从尸体的真相上看 他确实是 414号 你可以回去休息了 我不是414号 我也不是疯子 我叫林默 你确实不是疯子 你只是深度抑郁 间歇性造狂 那些只是为了让我潜伏进来的理由 我进来就是为了见他一面 你们是399号叫达邦 绰号钢警师 他是一名侦探 那三个月前进来 就是为了要查一件大案 你没有精神分裂的警察 我没有精神分裂 我也没有情感障碍 我很正常 远长 有人杀了他 你现在就要报警 等一下 399号是一名华人 他叫蔡明杰 入院之前他是初中教师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现在跟你说 他叫达邦 他绰号叫钢警师 他是一名侦探 你现在就要报警 有人杀了他 他是被谋杀了 414号情绪过于激动 送他回房间 他 我很正常 我叫林陌 我 我 我是一名侦探 我在快马子的上面 有快 快马子的上面有排名 你们去查 他是 他是被谋杀了 我 我 熊王 你们报警了吗 报什么 三九九啊 你们这死人不报警啊 他是自杀 这在精神病康复机构 不算行政事 那我打电话 病人是不可以随意和外界联系的 我们每个月有两次探视 分别是十五和三十 手机给我 上班里是在手机的 那我怎么跟外界联系呢 手机给我 这一精神病患来说 这里才是正常的事情 我说过了 我的病例是伪造的 我进来只是为了建钢琴师 我不是病人 是不是病人 不是由你来决定的 我们 maj op 盖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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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你是个坏人 盖拇 盖拇 参政16号可以了 你醒了 这里是哪里 我叫安颂 是天使疗养院的心理师 你不用担心 死一死毫 你在这里绝对安全 我希望这里可以成为一个 你完全可以释放自己的地方 不知病人 我信 你信 在这里工作了十五年 就愈发地会觉得 正常和非常之间 是一个很含糊的界限 那我还怎么样才能出去 你需要院方帮你开具 恢复正常的证明 当然了 这种证明还是需要测试的 而我就是测试的第一关 我随时可以接受测试 按照这里的规矩 最快的记录是六个半月 那我可以打个电话吧 抱歉 不可以 这是医院的规定 我可不想丢了饭碗 不过你有任何想说的 都可以来跟我说 我每天都会为这里的病人 做心理诊疗 每人半个小时以上 你对每个病人都很了解吗 差不多 那你对三九九了解吗 姓蔡是个老师 她有表演性人格障碍 但是我跟她交流并不多 您这有花园吗 没有 那有一个叫花 和姓花的病人 和医护人员吧 你现在的状态 确实不像是个病人 更像是 侦探 为什么问这些 为了查案 我可以配合你查案 但是你要答应我 我和你之间所说的一切 必须成为秘密 好不好 你放心 这里没有姓花的医护人员 不过有一个 女精神病患者 叫樱花 樱花 多大 有什么调整 二十几岁 脸色平时都很苍白 不过说实话 她也算得上是那种 挺漂亮的女孩 我怎么没见过这样的病人 因为她被关在重症区 这里还有重症区 那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 四一四号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我后面呢 还有别的病人 你就不想聊聊你自己吗 我为什么好聊啊 也许 想吃吧 麻烦在四一四号 回房间休息 谢谢你 谢谢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4一4号 你真的让我不开心了 要不要再给他打一针 打针对他效果不大 直接送去重症区 没病 我真的没病 我没病 我们要让他知道 完毕的代价 BCT电丑处疗法 治疗精神分裂症 和暴力倾向有奇效 其间你会出现意识模糊 幻视幻听等副作用反应 都是正常的 有人杀了钢琴师 你们现在还要害我 被害妄想症也是病症之一 预计十个疗症左右 你的病情会有所好转 还好吗 缩口 血皮上缩口 是水平和气 我是八字形 水平和气 我死了吗 没有 只是暂时会迷你 睡 什么水 哪天 你死在淋浴下 凶手知道你的强项 就是嗅觉 他就用水眼开证据 所以他不仅知道 我们后面的时间地点 还对我非常了解 还有一点 你看地板 这个画纹跟我身上的茶伤一样 你还没想到 你是死在中宗区 不要被遗失到一时 我就知道 这里边一定隐藏着大一帽 我前附近的 都可能就是为了查一个小案 这个人 他不但可以瞒我的死 不上报 甚至 他还有权力 你 控制制客医院 我怀疑彭希护士长 和达明院长 彭希护士长 他 喂 你怎么了 看来你不适合在这里做个政策呀 还是快快地当别人吧 第四号 好些了吗 小医生 交配 他 我们去 应该失望了 还舒服了 我也不愿意 你再不愿意 每个座 你怎么个人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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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 这张牌叫昆甲的男护士 怎么了 你身上还残留着她的体外 是我怀疑你们两个事情 也不是让你瞎说八道什么呢 你不想明天全医院都知道 你们两个事的 你现在就得帮我一个忙 不 解开我 还有你的钥匙 那你到底 想干嘛呀 那个叫樱花的病人 跟着几号跑 不怕了 对不起 不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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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 我 我 冰花 冰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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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